这是第三周课程 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一周 我跟你们讲一个中国大陆的公司 它叫做White Matrix 就是白色的阵列 因为它有帮忙非洲制作智能合约 所以我就是也就追踪它 像这个也是它 从它那边铁图 就跟你讲 它上面比如说 讲说程序码必须在Squip里面 我们当然就有练习 接下来它讲了一些像取得变数 然后这边就是输出结果的这些命令 反正全部都在上面 可是你们是 这个是中国人写的网页 它用英文 其实我听的都很吃力 反正我就尽量听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上个礼拜做的 上个礼拜已经做到这些内容 内容 我们只是从表单开始 表单开始做练习 那做表单的话呢 我们就是去体验它了 当然这个一样 就是我们都是要放到云端 然后撰写程式就是编码 我们这边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都是编码第二周上课 当然能看的 我今天还是要让大家比较熟悉 从看得懂的东西开始 然后第二周上课 然后交给系统程式 这个叫系统程式 就是算是系统程式 反正应该讲edit 然后读取 那我们接下来就下一步 就上礼拜做的 有没有 anert就是说 这上面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表单 再强调来说 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 整个学习都会碰 就是input 像这个input 就是一个 这个是文字方块 跟你讲 让你可以输入文字 像这一个也是一样 是可以让你输入文字 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讲说 蔡英文怎样 然后陈时中 就是你这两个 中间的话 就是说 不能让你输入 你只有三个选择 就这个叫下拉式选择 就select 就是爱慕不评论 讨厌 最后 第四个 还有一个就是number number number完之后 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叫做按钮 这有一个input 这个input的属性 也就是按钮 反正我们 我给它变一下颜色 重点就是说 这个按钮 然后这个是数字 然后这个是文字 那这个不是input 就是一个下拉式选择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按钮 然后执行 它执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边执行 onclick 就是说 onclick click 按滑鼠就叫click onclick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马上给我执行这一道命令 这一个函数 就是干嘛跳到这边来 跳到这边来 然后当然它只有一道命令 你在按我吗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扩充它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是一样就截取荧幕 那只是说 教什么东西 就大家就 就只有一个概念 它对程式设计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不怕 程式设计就这样而已 然后反正我毛起来 有没有 我苦毒 一直练一直练 我也会 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 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尽量的就多涉猎 你涉猎越多 然后就是说 自己比较不会恐惧 然后对这个世界 有没有 越能够互相连结 好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这个中国人写的 那个 那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就跳出来 那个 继续讲 那个 进度 进度 还是一样 就是 我又是 就是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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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我这边就是 有点 重新 开始 讲 那我就是新文章 新文章 新文章 新文章的话 就直接 我直接 然后 有没有 确定 就是HTML L模式 然后确定 就是那个 贴上 这是刚刚 有没有贴上的 那这个 第三周 那我们就是 写个3好了 我写个3 写第三周的话 我们今天重点 就是刚刚你讲的 那个 那个 要 GET 就是 GET ELEMENT BY ID GET ELEMENT 然后后面当然就是要那个括号 然后算了不要写 算了写一下第三周 那第三周 第三周 第三周 然后GET ELEMENT 我们要练习这个 GET ELEMENT By ID 还有就是阵列 阵列 阵列 还有就是阵列 阵列那个取 那个 它的 嗯 选择 选择 的 元素 随便 这个 反正 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就会懂 然后我们就给它发布 这个发布 这个结果 是 上礼拜的 上礼拜的 那我们直接就是看检视 所以等一下记住这两个位置 所以我前面这两个东西 给它拿 第一 这样比较不会受干扰 有没有 就这样 那个 譬如说这个蔡英文 你呢 到底是爱慕还是不评论 诚实中 当然你可以写别人 比如说写我 当然对我应该 应该不会 不评论 你要评论 然后执行 可是执行就是 你在按我吗 就只有一道命令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 那个 做别的事情 就是说不要只有你在按我吗 所以我们的那个什么东西 你刚刚看到那个 你在按我吗 那那个就是有没有 只有这一道命令 我们把它叫下 叫进来 就是只有这一道命令 所以那学学学到这边的话 你也知道什么东西 你也知道 然后把它打一打打一打 有没有 你在按我吗 就是这一边 当然如果说你在爱我吗 你在爱我吗 那如果说这个 一样更新 那更新的话 那按你现在 重新读取 然后那执行的话 你就是看到你在爱我吗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把以前学过的东西拿来用 就是我放在脸书的程式码 有没有 这个是像这个 放在这边 查看更多 就是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程式码拿来用 然后复制 然后放过来 这边的程式码 就是它 我把它大一点 它也是什么东西 像这个就是 我应该给它打enter 就是这个sqib compute 其实这个程式码 应该这样子比较清楚 好了 这个你在爱我吗 就不要了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 原来写的程式码 甚至全部都不要 然后我们把原来写的程式码 拿来改 像那个原来麦当劳 对不对 原来的麦当劳 对不对 麦当劳没有了 变成是什么 爱慕不评论 评论 就原来是选择什么东西 汉堡 那我现在没有 不要没有选择 没有汉堡可以吃的 只有爱慕 第二个薯条 也没有了 就是不评论 第三个呢 是那个披萨 也没有 就是讨厌 讨厌 因为我要配合 配合它 它只有三个 那我们就是也是只有三个 所以这个就都没有了 然后码删掉 删掉 然后呢就是要计算 计算的话呢 就是说 第一个是 variable 是说我要 付的 好拿来 没关系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那个 就这两个有没有 名词 那我们他的ID 叫做obj 另外一个ID 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 蔡英文叫sub 所以我们也是干嘛 来增加这个sub 跟obj 所以就是这个variable 不是variable 那我们就是增加 就是那个 改成这样子 然后valuable 可以干什么呢 我先想看 那那个统一好了 那复制 因为你原来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sub sub 那我们就统一 那这边呢 你也叫做sub sub 然后呢 可是呢 你是得到里面的value 那我们这个 这个程式 这种程式设计 这个观念叫做物件导向 就是点的后面 就是什么东西 方法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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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一个人 他的身高 是属于他的属性 就这样我们就 就是有没有 就是把那个身高 这样这个 你可以干嘛 做注解 注解 就是那个主词 主词 用变 主词 用sub obj 变数 那这边当然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受词 受词 用obj 变数 是这意思 obj 变数 这边就是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可是呢 这输出的时候 那个con cag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来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来储存 来执行看看 是什么缘结 我执行 就是执行 没有东西出来 那就是 有 有问题 那个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那个 我看一下 这个叫做麦当劳 然后 那个 负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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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这是哪边错 这哪边错的话 当然 这个就叫做 要干嘛 东西 要做去叫做抓 抓虫 抓虫 那在抓虫之前呢 那我们先 我看一下是哪边错 刚前面有没有负的 评论不评论 他叫做负的 是没错 所以呢 他抓过来之后呢 就是你也叫做负的 然后 getelement 就是负的 然后呢 我们先 那个 concatenator 这个先 先拿掉好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 不管它 意思就是说 我是有把它做 那个 连结 我们先就是说 反正这个 SUB 跟OBJ 就 OBJ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后面 慢慢的 我们再去了解它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 再来 看一下 结果呢 还是 就是说 有问题 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 你 因为 你刚去call的时候 他少call一个东西 少call一个东西 就是输出 就是当负有没有 在这边 就是这一个 你少call的 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 复制 我想想看 对 这行没有call到 那我们就是 再给它call一下 就是 那 这边 有没有 执行 按执行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给我 那个执行也要一条线 所以 我们再把它更新一下 然后呢 再来做执行 那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有 那个 蔡英文诚实中 就出现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把原来的 我们原来再去call他 所以我们 这个有没有 中间 有没有 这个叫做麦当劳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干嘛 给它放上来的 我就call c 复制一下 然后 那个 中间 就是 这边 这个是sub 那我中间呢 干嘛 又擦一个东西 只是说 写程式这种 就是很讨厌 你像这个都要不要 要不要 都不知道 然后 就是 要 这个就凭经验 反正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当初给你一个 就是好像有点蠢的问题 那后面的目的呢 就是干嘛 要你去 要你去那个实验 就是不评论 这样子 然后呢 讨厌 就是执行 是这样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个呢也可以再加 加进来 那个 比如说这个加进来的话 就是那个 不是还有一个次数吗 那我们也给它干嘛 那我给你看一下 刚刚当初就是这个 有没有 它的ID是MUM 对不对 那我们就也给它干嘛 好 读进来 那这个呢就是 用这一行 这一行 MUM 读进来 这种东西 怎么说 我现在教你们 你也没办法 很快 很快 消化 我只是希望说 让你们觉得说 这种东西就是干嘛 有机可循 不是那么可怕 就是MUM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边也可以 就是再加上一个 就是 就是再加上一个 那个MUM MUM 然后逗号 然后呢 甚至这边呢 还有这个是次数 次数 那等一下呢 你就会又看到什么东西 一个东西叫做次数 所以我们就更新 好 更新的话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读一次 好 就是之前 就是三次 不要这样 就这样了 那如果说 你干嘛 直行 就变六次 然后就这样 这个就是 让大家有个体会 就是说 前面 最前面这边 那个input 这边有没有 是什么东西 输入 然后在这边呢 就执行 那这边只是一个 有点很蠢的问题 要执行 然后那个执行的话 就SUB 然后那个是 麦当劳 这边 刺就好了 刺 就刺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的话 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说 哎 你是喜欢还是讨厌 我希望说 他那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 譬如说这个叫蔡英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希望说 哎 再加上一个东西 好 这个是 那个 命令 就是出庭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再加上这个麦当劳 你是喜欢还是讨厌 然后呢 再加上中间呢 也是一样 这是命令 加上这个就是斜线B 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大家都是有机可循 改程式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 就是再去 有没有再执行一次 好 那我就直接研究是干嘛 哎 初体我刚加上那个B 有没有 就这个B 就是初体的意思 这个是HTML的命令 然后如果说那个是 改成那个讨厌 那就直接 就这样 你讨厌几次 他就是这样子 自己 好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单元 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接下来我们都是用 这个案例 这样子一直讲下去 讲下去 虽然很蠢 可是 这个是用蠢的方法